從星期日開始 一輪強勁的四級風暴吹襲灣區 為多地帶來樹木倒塌、停電、航班延誤 並造成了部分學校停課 部分地區更有樹木倒下壓倒汽車的情況出現 多處道路因為大風吹斷樹木而瘦了 在風暴最嚴重的期間 曾造成了灣區大規模的斷電 受影響的人數高達40萬人 包括三藩市、中半島、北灣、南灣 及東灣民眾全部都受到影響 強風也損毀了248斤電線桿 以及115個變壓器 而截至到PG&E今天下午2點所公布的官方數據 停電受影響的人數已經降至16萬2千人 而到截告時間 南灣依然有5萬2千人斷電 東灣則有1萬2千人 三藩市受影響的人數則已經降至5519人 而根據KTVU的報導 受暴風的影響 三藩市國際機場 遭遇到多起航班取消及延誤 截止到星期一的早上5點 有146架航班被取消 近350架飛機延誤 而屋輪國際機場則有報告稱 有57個航班受到延誤 7個航班被取消 今次的風暴 也造成灣區不少的學校停課 三藩市聯合校區宣布 帝文高中由於停電 需要在星期一停課一日 與此同時 聖學西也有7間高中停課 而神奧馬縣有19間高中需要停課 而Santa Cruz方面 根據遠景辦公室所提供的資料 由於風暴吹倒樹網 壓倒一戶人家 造成一人死亡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